大家好,主播慷慷有余,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新执行长尔陈立伍上任之后,此前对于英特尔的改革策略,包括更新领导团队,导入了新的工程人才,并着手精简他认为臃肿且效率低下的中层管理以及必要的裁员。 不过,接下来陈立伍正考虑对其晶圆代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,停止向外部客户推销其长期开发的尖端制程技术,其中就包括不再向外部客户推销英特尔18A和后续的演进版本的英特尔18AP制程。 如果该消息属实,那么将意味着英特尔需要对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开发成本英特尔18A制程,既提相关损失。 此外,据海外媒体WCC-FTAG的报道,英特尔可能还将停止玻璃机板的开发计划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这次陈立伍正酝酿对合同制造业务实施重大战略调整,试图通过聚焦更先进制程技术争夺大客户订单。 这项与前任执行长帕特基辛格路线形成鲜明对比的计划,可能使这家晶片巨头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减击风险。 自今年3月接涨率议以来,陈立伍已启动多轮成本削减措施。 知情人士称,至6月,其管理团队已形成新共识,即辛格时期重金押注的18A制程工艺在市场推广中遭遇阻力。 该制程开发耗资数十亿美元,若停止向外部客户推广,英特尔或将被迫进行数亿至数十亿美元规模的资产减值处理。 尽管公司方面拒绝就假设性场景置评,但承认18A制程的核心客户始终是英特尔自身,采用该工艺生产的Panzer Lake笔记本晶片计划于2025年量产,公司称其为美国史上最先进的自研处理器。 一些市场分析师表示,被英特尔寄予厚望的Intel 18A制程技术的指标大约等同于台积电的N3制程技术,不过,英特尔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,Intel 18A还可以与台积电N2制程竞争,而台积电的N3技术早在2022年底就已进入大批量生产。 此外,台积电最新的N2制程技术进展顺利,预计将按时在今年四季度投产,这也将对Intel 18A节点制程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。 报道指出,面对目前的情况,陈力武正在考虑对晶圆代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,停止向外部客户推销Intel 18A及眼镜的Intel 18AP制程。 不过,英特尔应该将会继续利用Intel 18A制程生产已经预告的推出的自家的新一代客户端处理器Panther Lake之外,还有面向资料中心的Clearwater Forest处理器。 同时,英特尔会继续为已经承诺合作的客户代工基于Intel 18A制程的新品,例如,可能将会为亚马逊、Amazon和微软、Microsoft生产少量晶片。 但是,由于缺乏更多的外部合作客户,Intel可能需要对于原计划大力推广给外部客户使用的Intel 18A制程既提相关损失。 报道引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,这种资产损失可能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损失。 报道强调,面对Intel 18A制程的困境,陈立伍提出的初步解决方案是,将更多资源集中于构新一代的Intel 14A制程上。 原因是,英特尔期望在Intel 14A制程上能对台积电取得优势。 而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争取苹果和辉达等重要客户,这些公司目前都是通过台积电来代工制造他们的晶片。 英特尔表示,他们正在针对关键客户的需求来开发Intel 14A制程,以确保其成功。 如果陈立伍的提议得到公司董事会的认可和执行,那么将会把晶圆代工业务的员工、设计合作伙伴和新客户的精力都集中到Intel 14A制程上, 期望在那里有更好的机会与台积电竞争。 根据英特尔披露的数据显示,Intel 14A相比,Intel 18A将带来15%至20%的每瓦特效能提升,密度提升30%,功耗降低25%至35%。 同时,Intel 14A制程,及其眼镜版本14AE都将会采用第二代的Ribbon FET环绕,炸集电晶体GAA技术,以及全新的PowerDirect直接触点供电技术,18A是PowerWire背面供电技术,并采用HighNA EUV技术进行生产。 英特尔解释称,之所以引入HighNA EUV技术,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,从而降低成本。 HighNA EUV一次曝光所形成的图形中的电晶体间距,与常规的三次LowNA EUV曝光所形成的图形的电晶体间距相当。 而且,后者总共需要约40个步骤来生产该图案。 显然,HighNA EUV技术更具效率,并可降低成本。 这也将使得Intel 14A制程,可能将会比台积电A14制程更具优势。 然而,按时量产Intel 14A制程技术,并进一步赢得主要外部客户的订单,也并非易事。 Intel这项战略转变也存在不确定性,Intel最终仍可能选择坚持其现有的Intel 18A制程计划。 原因是,这项决策的复杂性,以及其中涉及的巨额资金,将使得董事会可能无法立即做出决定,或许要等到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。 但需要指出的是,这并不是Intel首次考虑改变尖端制程的代工路线图。 2024年9月,Intel就曾宣布,跳过产品化Intel 20A节点,将提前把工程资源从Intel 20A投入到Intel 18A以减少资本支出,并按计划于2025年推出Intel 18A。 目前,Intel方面对此类假设情况或市场猜测不予置评,但表示Intel 18A的主要客户一直都是Intel自己。 目标是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,大规模生产其Panzer Lake笔记型电脑晶片,同时也将履行对客户的承诺,并称其为美国设计和制造的最先进处理器。 除了调整晶圆代工业务的战略外,WCC-FTECH还爆料称,Intel可能还将停止玻璃机板的开发计划。 报道指出,尽管Intel在先进的玻璃机板技术上已经耕耘多年,并取得相对领先的地位,该技术也有望彻底替代传统机板,进一步助力Intel在先进封装领域的技术优势。 但是,Intel现在正考虑停止过去的这些努力,转而使用外部供应商来提供玻璃机板。 报道称,此项决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营运成本,并专注于包括CPU发展与晶圆制造等核心业务。 这清楚代表了Intel决心通过砍掉那些不被认为具有足够价值的计划,以进一步削减其营运规模的做法。 总体而言,Intel这场代工业务转向的背后,是陈立武利用其30余年晶片行业人脉资源进行的战略重构,其成效或将决定,Intel能否在先进制程竞争中重新掌握话语权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最后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谢谢。